火影中普通忍者,如果遇上了血轮眼,根本就没有什么胜算,逃跑是基本的策略。 在千代婆婆对上与之波又,就曾提出了这个策略,但是并不是无解的,如果一对一不行的话,可以两个人对战。 如果有两个人对战血轮眼,就可以让其中一个人先去吸引与之波又的注意力。 让这个人中了又的换术,这就有点像炮灰的感觉,其中另外一个人趁机去偷袭又。 如果偷袭成功,那么这个战术就算是成功了。 运用这个战术,就可以破解血轮眼在一对一时无敌的情况,而且就算是没有袭击道友,也可以在第一时间叫醒中而换术的伙伴,不得不说这两个战术确实不错,毕竟是千代婆婆想出来的。 千代婆婆的辈分很高,属于和三代火影一个辈分的,在她一生的战斗经历中曾经和血轮眼交手过,但是千代婆婆的战术应对普通血轮眼是有效果的。 如果碰见像这样的万花筒血轮眼,在中阅读的一瞬间中而换术的人就已经不行了,阅读根本就解不开,所以这个方法也就是不能使用了。